那選民有很氣嗎 說我們怎麼樣 全台灣的民眾陪雙北坐牢 但苗柏亞道歉了啦 在昨天深夜 那你覺得他有深切反省嗎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大家其實最生氣的就是說 好像整個政府跟我們說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了一年多 但是等到這個事情一發生 比如這個疫情一爆發 上個月中的時候 才發現很多事情都沒有準備好 對 那包括 不要說現在最幾天看到 我們缺的這些什麼救命神器 就包括連大家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疫苗 那大家急需的這個疫苗 也沒有準備好 想來 這這麼從去年到現在 很多的大內宣 我們看很多媒體都有報導 什麼時候得到幾千劑 幾百劑 幾萬劑 都才碰轟 現在都沒有 真的都沒有 到今天為止 我們拿到的只有幾十萬劑 日本那個還是送的 還不在原先的疫情當中 還是送的 那就大家事實上 我發現民眾有很普遍的恐慌感 恐慌 那再加上事實上 說真的今天AZ 這兩天開始開打以後 很多長者猝死 很多民眾真的是很恐慌 包括很多長者 還有很多像 我們有長者的這個 我們這一輩子 像我 我自己就在想 我阿嬤105歲 那我阿嬤是不是 我看這麼多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也沒有什麼 可能有 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 我們當然會擔心 想說打不打呢 打不打 那想一想我阿嬤還是在家裡好了 在家裡不要出門 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 也許有時候因為疫苗是病毒 當然就是幫助你增加這個免疫力 但是可能有的人身體承受不起 所以這個打不打 大家對長者跟子女來講 都是很猶豫的 很猶豫的 那當然希望 趕快拿到國際認證的 比較 感覺副作用比較低的 那大家比較放心的疫苗 然後打了以後 可以趕快打到群體免疫 不然另外一方面我們真的接觸到 每天都有陳情案紓困的 就是非常多 紓困就是掛一肉萬 因為國民黨團提出來就是說 希望每一個人發一萬 就是可以大家 因為疫情是普遍性的 幾乎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 但是政府它不管怎麼規定 規定這個什麼勞保健保 什麼規定臨時工的人 那沒有加入勞保 沒有加入工會的人 就永遠有人是沒有被補助到 可是他很需要 他可能是最需要的 就是有這樣的 又能夠呈現紓困紓困的金額 那他的這個門檻 這些都很多很多的這個問題 我們每天接觸到很多這樣的問題 所以郁政委員 你看現在民眾恐慌 恐慌的不外乎是疫情 怕自己染病 第二個就是紓困 怕自己餓死對不對 那即便是這樣 可是你會不會發現 民進黨這整套作戰 其實都還是在搞政治 都還是在認知作戰 一系列的 剛剛我特別提到的 石崇良就一口咬定說 這萬華市疫情的破口開始 王浩宇苗伯雅就怪雙北 就是雙北害慘了全台灣人 一起被綁架一起坐牢 那整個這樣看下來 你不會覺得說 他們其實政治目的很明顯嗎 其實就是要把雙北 往死裡打 這是真的很不應該 只是因為他是不同的政黨執政 民進黨實在是不應該 在什麼時候了 中央執政黨畢竟就是民進黨 那真的這一年多來沒有準備好 也的確就是民進黨沒有準備好 那從前你享受多少的 就是這個紅利 就是這個防疫紅利 現在你就是必須遭受多少的責任 你看從前大家就是把 當然以前也是過分的 把陳時中部長變成神 現在變成把他當成整個疊下神壇 那所以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政府在這一年來 真的有做好準備嗎 我們如果現在回頭來檢視 就是真的是沒有 很多東西就是很紛亂 然後沒有辦法讓民心平靜 那我們立法院通過這麼多預算 到今天現在大概八千四百億 八千四百億的紓困 八千四百億 不是一點點錢 那這些最終是沒有辦法解決 我要講一個東西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我們說打疫苗這件事 那很多國人不就自救 跑去外國打嗎 那政府為什麼還要阻擋 我覺得這政府阻擋這件事情 也真的很不應該 對吧 你有一些人有能力 他願意自己花錢 也不是花你政府 他自己花錢 不管是自由行 不管或甚至是組團 我們現在政府還在阻擋說 他也沒有排擠到別人的資源 他不但沒有 他還幫助多一個免疫的人 還少一個人在國內打 你既然疫苗沒有辦法引進來國內 你就讓大家有機會 靠自己的能力 這些都是自救的人 自己的人力去外面打 不管是旅行業者 多這樣的業務員 也是多旅行業者的生機 這個還有什麼 在這個非常時宜還在講什麼 不能糾團去什麼醫療什麼 在這個非常時宜還在很糾結 在那種很死板的一些法令上面 我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我看到那個快篩劑 他說不能在網路上購買 網路購買只是一個形式 現在是可以買 但是不能在網路上買 那如果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網路上買 那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花錢去買 然後趕快快篩 不是很快可以幫助政府檢查出來嗎 你政府做不來 百姓自救 你還要擋東擋西 我覺得這個頭腦實在是太恐怖力 你知道嗎 如果現在網路上有這個快篩是認證的 是核可的 那每個人都可以很快的上去買 企業 個人 家裡 每個人都自己買一堆來 自己來測試 這是幫你政府解決問題 然後這台有沒有陰性還好 如果陽性就趕快去做檢查 那這樣子是不是很快的 就是政府做不到這個普篩 我們民眾自己花錢來幫忙治救 也幫政府一起做防疫 這個就是好事一件 還在那邊警告說 不能在網路上買什麼 你應該要改的是你的法令 不是改變的是你的思考 不是要民眾去應循你這個舊規 因為那個舊規矩 已經沒有辦法應付這個 來勢洶洶的病毒 這個快篩機是一回事 出國打疫苗也是這樣子 政府還沒有辦法出錢 讓大家打疫苗 讓大家這些人都是自費的 自己坐飛機 不管他飛到哪一國去 不管他飛到美國 飛到大陸 飛到哪一國不知道 可能他可以到世界各地打 然後多一個人打的 不是我們這裡就少一個 少一個疫苗可以給 多一個名額 多一個名額給其他人打 一些沒有辦法出國的 沒有時間 沒有能力的 那就多一些人打 那不是 那這些人多增加免疫力 不好嗎 我覺得政府現在 這個政府最多 頭腦最多恐怖 其實因為從這個 不管是王浩宇 苗柏雅 就整個喊出 就是說都是全台灣在賠山 新北 雙北坐牢 那賠著雙北一起三級 怎麼樣 那可是現在確實 一些綠營也喊出說 我們不要一起吃大鍋飯 我們要南部是不是先降級 那像陳明文就說 可以是情況吧 讓嘉義以南縣市降到三級 那立委中阿賓也說 在不降級的基礎上 可以思考依疫情的不同 進行區域型的適度鬆綁 那麼換句話說 哎呀就是降級 就分區降級的意思啦 那指揮官陳時中是說呢 不排除任何可能 會在廣州專家討論 所以他也沒有把這個話說死 可是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民調 那剛好最近有兩份民調 都調查這個部分 雅虎呢 他是問說 連續三天降到200令以下呢 在你是否支持分區降級 我們看到這個很高耶 8成7的民眾是反對分區降級 那news民調呢 是這麼問 他問的是說 疫情趨緩 你認為628解封三級有可能嗎 結果也差不多這個數字 也是將近86%的民眾說不可能 628不可能三級解封 可是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一些綠營縣市 尤其這個南部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著水吸引南 然後更南 是不是就是要變成國中之國 一國兩制的概念 宏偉議員 其實就是6月28號之後 會不會解封 那麼是全部的解封 還是分區解封 你知道現在有在開賭盤了 有有有 有些朋友大家在說 是全國解封呢 或雙北解封 那其實我個人是能夠理解 就是南部地區的立法委員 他們講的話 因為確實在這個整個三級的 這個下面 很多的這個一般的服務業 尤其餐飲業苦不堪言 更不要說像一般的民宿 或者小吃 其實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對這些立委來說 不管是他的選民 或者是他的金主 他的壓力一定非常非常大 但是呢我覺得這件事情啊 就是說該不該解封 還是要分區解封的話 他仍然應該是專業決定 而不應該是用政治決定 否則的話 比如說我們看民調 當然很多事情 也不是民調來決定 也不是按照你的這個政治行情 或你的選民 某些特定的選民的反應 而是要整個的專業決定 那大家都可以理解 現在大家看到說 好像這個疫情比較趨緩 就是確診數有降低 可是問題是 死亡人數並沒有降低 死亡人數真的沒有降低 而且是一直在增加中 那即便現在確診人數比較降低 也是讓我們現在全台的醫護的人員 跟醫護的能量稍稍的 我覺得不叫做喘息 只是他的這個 他的loading稍微減緩一些而已 你沒有辦法想像當時 在整個進入三級的時候 你看全台尤其在雙北地區 整個的醫護缺這個病床 缺醫療設備 到現在醫療設備還在缺喔 你看那個時候緊張成什麼樣子 然後醫護人員 我們臺北市還有醫生在發高燒 他事實上已經確診了 他還在看診 因為沒有人可以跟他替換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好不容易確診人數 稍稍的降低了之後 你就說那現在要解封 我想我們能不能 可憐可憐我們的醫護人員 否則你挺醫護是挺假的 你要讓醫護人員 要緊繃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是要逼死他們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是 專業去解決 而不是政治去解決 然後我要剛才呼應一下 那個陳玉珍委員所說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本來就講說缺 缺病床缺塞劑 然後缺血氧機 然後很多的醫療設備都缺 那所以現在很多的人民是採取自救 我們現在因為指揮中心才開放 應該是說我所得到資訊在6月28號之後 我們的藥房可能會正式上市快塞劑 可是之前快塞劑是嚴重的缺貨 不是只缺貨是我們根本不准 根本不准 因為他這個醫療設施是不准在藥房 而且也不准你販售的 那你知道其實很多 我自己本身有很多選民服務 都是來問我說 議員哪裡可以買到快塞劑 因為有些人他沒有辦法到 因為那時候整個的快塞在 已經圓滿回換 那很怕進去 去了以後你沒有染疫也變染疫了 所以大家都想盡辦法去買快塞劑 對 因為今天連我的Uber司機都在問我說 去哪裡買快塞劑 什麼時候買 沒有錯 現在我得到資訊是6月28號 那你知道我還得到 還有一個選服案 他們是開 你知道這次的染疫很多是清潔人員 有沒有發現 因為清潔人員他接觸的範圍多 那他們就是開清潔公司 接受委外的 那他希望能夠保障 他的員工的安全 所以他也想買快塞劑 可是買不到 也來問我到哪裡去買快塞劑 結果呢 那個沒有錯 就像郁政委員說的 不准隨便的買賣快塞劑 如果你買賣快塞劑的話 指揮中心說要罰你 衛服部要罰你 還有一個血氧機 對不對 血氧機在台灣本來是可以買的 可是因為我完全在缺貨 所以有很多人呢 就跑到Amazon去買 或有的人去淘寶去買 那想盡辦法 因為台灣的血氧機已經延奏缺貨 那這不大家不是說隱形缺氧 快樂缺氧 然後你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 可是你可能24小時左右 你可能就過去了 對 所以有很多的民眾 都在搶購血氧機 結果呢 我又看到新聞出來了 說民眾不能隨便 到國外的網站上 去買血氧機 而且我其實發現 罰得很重很重喔 你知道 真的我們就在討論說 這是什麼政府啊 這個政府怎麼可以 冷於血成這樣子 你的快篩劑買不到 就藥什麼擋什麼 血氧機買不到 民眾有這些 醫療設備的需求 我自救也不可以 還不准人民自救 還要罰你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人選 而且混蛋的政府 我直接講 我那一看就太混蛋了 你怎麼可以